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70570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又是一个新的礼拜开始了 今天在上半场非常高兴的 替您邀请到投资顾问 严继林博士 严博士您好 周小姐您好 大家晚安 今天是2018年9月3号 是劳动节 长周末的最后一天 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 有充分的休息 准备明天礼拜二 即将面临的挑战 在今天上半场 访问严继林博士的这个单元 我们是以上个礼拜五 8月31号 周五收盘的情况 来跟大家讨论 礼拜五周五的收盘 涨跌不一 备受关注的 每家贸易谈判 无果而终 双方在这个礼拜 将继续进行磋商 美股在八月份强劲上扬 在八月份内 道指标普五百指数 以及纳指累计上涨 百分之二点二 百分之三 以及百分之五点七 以纳什达克上涨最强烈 国际贸易关系 仍是市场的焦点 备受关注的每家贸易谈判 已经结束 在特朗普政府设定的星期五 最后期限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加拿大的外交部长 Christia Freeland 在举行每家贸易谈判的 每家贸易代表办公室外面 对于记者大方的表示 加拿大与美国的代表团 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协议尚未达成 每家的贸易谈判 将于本周周三恢复 另外据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 最早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针对一个主要贸易伙伴 大额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 相关企业可能在9月6号之前 9月6号之前 对提议中关税清单发表意见 截止日期过后 特朗普希望立即开始征收关税 如果这一项策略付诸实施 将等同于在未来十年内 消解1000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 另外在今天最震惊社区的消息 就是刘强东 中国京东 JD.com网络商城创办人 中国亿万富豪刘强东 因为在Minnesota中 涉嫌对一位中国女大学生 有不当的性行为 在8月31号遭到逮捕 9月1号已经无保释金获释 这个消息传出来 轰动太平洋两岸的华人 根据了解 45岁的刘强东 人目前仍在美国 刘强东被当地检察官以严重刑事罪 起诉的可能性并不大 Minnesota的警长办公室公开逮捕名册记录显示 刘强东涉嫌刑事不当的性行为 8月31号晚间遭受到Minnesota Minneapolis警方逮捕 于9月1号下午无保获释 刘强东这次来美是到Minnesota短期修读卡尔森商学院博士的课程 明大与清华大学合办商业管理博士课程 当地的警方在8月31号接获性侵举报以后 曾向两人问话 但并没有逮捕任何人 直到31号深夜 警方突然逮捕刘强东 9月2号晚间10点钟左右人仍在美国 在美国纳什达克上市的京东近期市场表现不佳 今年以来股票价格跌幅已超过24.43% 基于今天是劳工节 美股休市一天 分析人士预料在这次的性侵传闻之后 可能4号股市开盘后进一步打击股价 45岁的刘强东开办京东 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之一 这个平台获得Walmart Google以及中国腾讯的投资 在规模上仅次于阿里巴巴的淘宝网 为了解接触中国这一个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市场 都在使用京东销售平台 作为消费者信心的一个指标 京东股价的走势受到密切的关注 京东2014年在纽约上市 目前的市值是460亿美元 刘强东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 身价估计达百亿美元 刘强东2015年与相貌出众的奶茶妹妹张泽天结婚 夫妻婚后育有一女 被捕消息传来 中国的微博里面的刘强东 京东回应和奶茶妹妹都登上了热搜榜 张泽天是1993年11月18出生于南京 他生于富商之家 他的父亲为南京惠斯通集团的老板张力厚 张泽天在2009年凭着他当时拿着一杯奶茶的照片 成为网络红人被网友取名为奶茶妹妹 2010年张泽天为南京多索中学联合举办的赈灾晚会担任主持人 于2011年考进清华大学 以下是对有严严谨林博士接受的访问 哇 这么好的这个成绩啊 好像牛市持续在延续下去 我们先来看一下严博士 现在市场的焦点回到什么地方 那么大家该注意到的是 是不是弹劾川普的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会这么变得这么重要呢 那这个如果有弹劾川普之声在一起的话 过程将会如何 市场对此会有什么样negative的反应啊 或者是positive的反应 对 通常这个level day 就是劳工节前两个星期 大部分的trader都是他整年的一个holiday 那这个大概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数据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消息 那上个礼拜就是川普的这一个 谈劾之声在起啦 这个焦点 川普在国际上绕了一圈 好像现在又回到 这个白宫本身的事情 那这几天一直有讨论的就是 谈劾这件事情 当然啦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谣言的一件事 但是毕竟会让华尔街 有点关注这件事情 最主要是因为上个礼拜 这个川普的私人律师 这是Michael Cohen Michael Cohen他跟这个法院检察官那边 达成这个认罪的协议 他认罪很多哦 八项 他八项里面包括这一个像隐藏国外账户啊这些 那最主要两项会影响到川普的 两项就是说campaign finance campaign finance这个在美国在华盛顿 认罪很敏感的致言很多官员议员为了campaign finance 这个violation去坐牢的很多 所以他八项里面 认罪八项里面有两项 那当然Michael Cohen他跟联邦政府认罪 他一定会complicate 就是会 複杂化 对会影响到总统 而且他说呢 这个有pre bargain pre bargain就是说我什么都说出来 但是我判轻一点 那他里面就是提到说 他commit就是说换了这个campaign finance the violation的话a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esident 哦 川普告诉他这样做的 所以因为是这样子 那当然他还有所谓hush money 就是说他配那个A片的这个 明星Storming Daniel 还有这个playboy的这个模特儿 Karen McDougall 这些事情都会搞在一起 还有这个FBI这个前director James Comey James Comey 他说Trump有叫他对这个Michael Flynn 就是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调查 叫他停止这个调查 这如果都是真的话呢 那绝对会impeachment 这个非常麻烦的意义 去pichment就会 请这个我们的总统下台的意思 但是我们回过来讲这个process 这个process就是说 这些如果都成真 我们有确定的证据 然后呢会到这个众议院 提出一个叫做这一个 提起这一个对总统的 impeachment的这个article 那这样的话呢 怎么样呢 在众议院里面 除了过半的话 就成取了过半 那过半以后 也就是说等于检察官起诉的意思 那这个案子呢 会送到参议院 参议院送到参议院 那由Spring Call 由这个法院来做 当作等于是法官 那Senator呢 就好像是July 那在这个时候呢 要三分之二的Senator通过的话 总统才会被impeachment成功 那送到参议院呢 因为现在参议院这个共和党还是占多数 那你要三分之二就等于要67席啦 所以我认为说要impeachment这个程序 要真的要impeach我们的总统川普的话 我想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除非这些证据都出来 那法尔街concern的是什么呢 impeachment会怎么样呢 我们真的也不知道 事实上刀用死跌400呢 还跌500 还跌1000 我们并不知道啦 那只能用猜的 那川普自己讲啦 他说我上个礼拜讲的 我如果被impeachment的话呢 他说market会crash 我想大概不会到crash这种地步 他说market会crash 然后这个大家都会 would be very poor 我们都会很穷 就是说market crash 然后我们大家都会变成很穷 那这个他的新的市人顾问 以前纽约市长 Rudy Juvenami 他说如果他被impeach的话 将会有reward 就会美国会有暴动 这我们不知道 但是毕竟呢 这个事情有可能成功 很难说 就看这个现在正在调查的证据 到底怎么样 那民主党大部分是希望 当然不喜欢川普嘛 希望他impeach嘛 但是那个里面加州的Pelosi 他是等于民主党的领袖 他还是叫大家烧案物照 烧案物照 那我们看选民对11月的 这一个其中选 告诉我们什么 嗯嗯 好 其实严波士 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我提出来一点 我的反正 我的看法 就是如果这个impeachment 是发生在川普总统刚刚上任 和现在他做了 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 未必民主党能够impeach成功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确是也尽他很大的努力 这样说起来好像我很赞成川普 那也未必 那你说我比以前更反对他吗 那也未必 就说民主党当然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要把川普能够不能连任 或者是把他impeach 那我有一次在去年7月份有机会跟跟我们的赵美心啊 就是在Federal的Senator跟他有一个私人的对话 我就说难道你们把川普搞下来 美国的经济会好吗 那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好 你知道他用非常甜美又很尖锐的声音说 of course当然 哦那现在看到你看牛市已经确定了 到明年的3月9号 如果牛市还是这样子蓬勃下去 就真的是十周年纪念呢 所以他的tax reform也出来了 他的各种强硬的手段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这种呼声啊 也让其实有很多人对于美国的经济 现在失业率这么低等等 都非常的赞成他 所以你说如果impeachment发生 会跌400点还是会变成very poor 也有相反的看法 所以这还很难说 对对这个就是说 真的要我认为这个事情真要impeachment成功的话 我想相当困难 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还在等这个特别检察检察官摸了那边的调查 那还有其他这个法院这个Michael Cohen的法院诉讼还在进行 但是呢如果有充分的这个证据的话呢 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啊 真是充分证据的话 可能性我们还是不能避免 还是不能避免 但是想一想以前的Bill Clinton也是证据确凿 人家也没有怎么样啊 对因为他在这个house方面他是通过了 这个是成案的 但是送到那个 Senator那边 也就是说检察官给你起诉了啦 你犯什么罪起诉了 类似这种比喻啦 那但是到那裴审转 Senator那边 就是说没通过就是not guilty啦 那这一次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呢 所以我认为11月那个其中选之前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就是说看选民怎么样 可是现在经济这么好 全球独霸 然后股市又这么好的话呢 要让共和党在其中选输得很惨 然后民主党可以说就是选民的mandate 然后能够有足够的这个mandate 来impeach Trump的话 我想现在是非常困难的 嗯 讲得好 严博士 现在牛市已经正式成为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牛市了 那为什么我老是在有一点小小悲观的在想 牛市何时了结啊 牛市因何而终止啊 那您有没有这个想法 如果您是跟我想法差不多的话 那您是认为有什么利空的原因 可以造成牛市终结 变成一个terminator的几个element呢 对 牛市在8月22号就正式成为历史上 就我们这次牛市成为历史上最久的牛市 超过3453天 也就是说从这个3月9号 9年前 9年多前 3月9号 09年上来的这个牛市 那上一次最长的呢 就是说90年 我们90年 一直到这个2000年 internet bubble burst 那一次是第二的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超过那一次的 那从performance来讲呢 我们这一次从这个3月9号 09年3月9号 那时候S&P是676点 三位数676点 那现在到2874 当然是上个礼拜的number 涨了3.25倍 哇哟啊 太厉害了 对 那市场的 事实上更厉害 1990到2000年那一次 最长涨到4.17倍 说那时候虽然 我们现在时间超过它了 可是performance 那一次还是比较强的 大家知道嘛 就是90年后期 那个.com.com 它涨得很厉害 所以那一次涨的 这个percentage 还是比较高一点 那现在问题是 我们这个牛市是 明年3月9号 很快到了 半年多就到了 那就十多年纪念 那我们讲说牛市 已经最长的牛市 那这么久了 我们要告诉大家 牛市 牛不会因为老而死 不是老死的 不是老死的 因为说 会被累死吗 那死的原因 我们来看 我把它归为四个原因 第一个是recession recession 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一定是的 第二个原因 就是aggressive fat 涨息太快 对 所以我们过去 这一次不算 我们过去十个牛市里面 有八次是因为recession被 kill掉的 嗯 然后过去十个牛市 有一二三四 有四个 四个因为是 是这个federal reserve 太aggressive 太aggressive 把它kill掉的 那第三个是commodity spike 就是说油价大涨 嗯 也是有四次 因为是油价或其他commodity大涨 把它kill掉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valuation 就是说这个估值过高 就是估值太高 估值太高 那现在呢 我们recession看不出来啦 我们完全看不出来 好 我们在讲detail之前啊 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进一段广告了 回来以后就来探讨 这四项里面的细则 怎么样apply到我们现在的牛市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挡不住的麻辣诱惑 回味无穷的川菜经典 老赵川菜馆暑期推出 爽口凉菜麻辣双脆 Q感十足的香辣牛蛙 绵绵细致的香辣脑花 格外麻格外辣 去湿健脾好开胃 让您在炎炎夏日 美味尽留唇齿尖 老赵川菜 味蕾的艺术大师 做出来的品牌 吃出来的口碑 三家三店 Montenview Summertail Mupitas 欢迎订做来电堂食 投资房地产 固然最能保值抗通胀 从实际数据认清形势 使能保证投资正确 Monica Yang特别请来 Santa Clara县估值官Larry Stone 9月8号为大家讲述 多年来 湾区经济不断增长下 各类房屋楼宇市值变化的经过 同时从房屋估值表 数字 评估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及经济的未来发展 详情及登记 请到 www.greiclub.com 或致电 408-823-9780 查询 好消息 我们最近推出 不查收入的贷款 适用于买房贷款 和重新贷款 特别是收入低的 拿W2的贷款人 和自雇职业者 外国投资者 也可以贷款 有兴趣 请找张力 电话是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电邮到 LEE at LEEZHANGCORP.COM LEE at LEZCORP.COM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 找重新律师事务所的 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 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 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新律师事务所 24小时为您提供 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脸上有暗窗 青春痘 凹凸凸怎么办 凭着信心 走入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让您把烦恼留下 美丽带回家 Bofor Day Spa 皮肤烦恼的终结者 完美肌肤的剔造者 20年丰富的经验 是您不二的选择 县镇特价优惠中 第一次体验只需 68元 Bofor Day Spa地址 4314 Moore Park Avenue San Jose 订阅电话 408-861-0886 408-861-0886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人在华盛顿DC的 严继琳博士 严博士 您已经从事股票的投资 生涯超过30年了吧 38年吧 38年啊 那个时候你还小 对 好 那我们的节目呢 也是好戏连连 我想听我们的节目 有一阵子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几乎在每一年的年初 都有举办一场股票的嘉年华 那我因为转换跑道 就是从别的电视台转到KTSF 那在过去两年呢 就刚开始工作到新的环境 所以压力比较大 我就停办了两年 那么在2019年呢 重新开始恢复股市嘉年华 定于2019年的3月9号 那再度办一次 那这个办的名字 我都已经取好了 大家要不要听一下 严博士 你要不要听一下 要哪呢 取名叫做 送狗银财画猪年 又是七个字 明明是猪年嘛 那猪年好 金猪猪年股票从来没有跌过 哎呦呦呦呦 好真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刚才您提到3月9号 今年是牛市9年 那到了明年海参牛市的话 就是牛市10周年 碰到3月9号 我们办活动 您看多好的兆头啊 对3月9号刚好牛市10周年生日 我们历史上的牛市 从来没有过10年的 哦呦呦呦呦 好那我们来刚刚看到 这个四大原因 历史上的牛市 terminator 第一个就是经济衰退 recession aggressive的 是我们现在看不出来 我们现在要讲经济衰退 很多专家分析师在说 衰退什么19年 2020年这个也是是猜啦 我们没看到一点迹象 那另外一个 commodity spike 现在美元这么厉害 那这个commodity价格 事实上是摊倒在地上 所以我们也看不出 commodity的这个价格 会杀掉这头牛 那valuation valuation还好 不是太便宜 股票现在不是太便宜 但是呢 earning一直好起来 一直每年都是surprise 所以valuation方面 跟2000年那个 internet bubble那时候 差太多了 所以现在剩下第二点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 federal reserve aggressive 是不是too aggressive的fet 会杀在头牛 我认为这个原因 可能是最大的 哦可能会是最大的 那evaluation来讲 这个跟yield curve 中间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yield curve 现在已经flat了吗 就是 短期跟中期的这个回缩率 是有逆转的现象吗 我想这个趋势 可能已经定型了 因为我们2017年 1月就初期2017年 那时候yield curve 两年是1.22 10年期2.45 那时候两个的这个差 历历的差是1.23 那到今天 今天又创了新低 一直最近像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四是0.19 两个的差别0.19 那今天呢 今天两年级的是冲上来的 2.67扑上来 可是这个10年级也上 但是没上那么多 所以就变成2.67 比2.85 那就剩下0.18了 我们现在见到这个一字头的 可以0.18 我们可以看说它已经躺平了 那躺平的表示说 我们如果9月份 9月份它如果增个0.25的话 我们预期啦 现在9成以上的预期是 它会再涨一次 那如果这个0.25再加上去的话 那就inverted了 inverted的话 那就就是通常一旦发生inverted的话 前面一年之内一定发生recession 一定market一定进入bale market 这个从来never fail的 这个也是问题 但是Jackson Hall的meeting Jackson Hall就在威尔敏 银行家都跑到那边meeting了 Kansas City的那个Fed的 这个President 他就讲了 我们会看year curve 以前同时来 Feders Reserve很少提到year curve 但最近提的比较多 那说我们会看year curve 那看的话 他知道了 那如果看的话 躺平了 他敢再加0.25 应该是不大敢咯 如果光是这个 可是呢 Feders Reserve 他说宝宝心里苦 但是说不出啦 他我们看到inflation的话 超过Feders Reserve的2了 他现在现在是2.2%了 inflation节级 他不增加又不行了 所以我们卡在这里 两难 嗯嗯 哇这个怎么办 哦这个怎么办 那也有的预测是说 2018年 联储局涨息是3到4次 那说不定他会等到12月再加 那就最好 本来年初的说三次 那三次我们已经加了两次 那现在90%以上 9月会加 9月一次 12月一次 如果9月不加的话 表示说他看到这个year curve的问题 可是呢inflation又这么厉害 事实上是因为跟美元啊有关系 那他如果用整个世界来看的话呢 我是认为啦 如果我是Fed的这个member的话 我我会投反对票的 你会不加 不应该加 不应该加这个东西 嗯好 那就怕认为不应该加的人是minority 是少数民族 是Fedal Reserve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归成里面都是鹰派的 嗯好 那很简单的提我们分析一下世界各区股市的表现 当然美国是独大独强 最终这个现象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美国的股市非常好 经济也相当这个不错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在资金的配备上面 是不是该找一个时间 把美国股市稍微退出来 然后进到其他的市场 因为美元独强 美国独强嘛 其他都弱 所以有非常大的理由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稍微说一下 就到上个礼拜五 今天不算 S&P涨了今年以来涨了7.52% 7.52% 那其他我用几个来代表 Emerging market亚洲 亚洲我们用EEMA EEM是Emerging market 但是你如果再加一个A的话 就表示Asia 所以我们EEMA percentage大家自己算 就是说年初的时候 它是73块 然后现在69块 那欧洲呢 那欧洲我一般用IEV 但是你要用LENGAR也可以 就是VZK VZK是59块 它现在56块钱 那南美呢 南美ILF34块 现在30块 所以今年说是复数的 哇 还有中国有趣 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 专谈中国的股市或经济 中国我们 华尔街一般用FXI 就等于中国的刀凶子 FXI这个ETF来看 那46块 现在八个月以后变成42块钱 对 那是看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大 但是你如果用A股的话就麻烦了 A股年初是这个3300 那现在上个礼拜五结束是2700 就跌了17.5个percent 17.5个percent 可是呢 因为它一跃大涨 那如果从最高点呢 一跃的最高点 跌到现在的话 已经跌到这个23个percent 那表示中国股市A股 已经进入Bell Market了 所以这些在这个情况之下 世界都是negative的 大概10% 5个percent 至10个percent 中国更厉害20几个percent 在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最后的结局应该怎么样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说美国独抢 然后全世界都弱的 这个事实上几乎没看过 那这个情况怎么结局呢 美股下来 要么就全世界追上来 这个我们真的现在还没有答案 是美股会拉下来呢 还是全世界会追上来 现在没有看到全世界 能够追上来的一个迹象 美国下来 比全世界追上来容易 我觉得 好来看一下 在8月份呢 是出现了一个例外 因为我还记得 闫波市那个时候 在7月底评论8月的股市 说有史以来 8月份算是掉在尾巴 车尾的一个月份 那结果出其意料之外的 就是8月份是一个上涨的月份 9月 September是Blue的 是忧郁的耶 那今年会不会又例外了呢 对我们一般来看 我们就是看过去历史哦 用这个NASDAQ来看 NASDAQ来看的话 12个月里面最差的三个月是什么 是789 结果我们7、8都涨 NASDAQ是这样 SMP也是一样 SMP排名最最差的不是7、8、9 是6、8、9 那刀仲史是8、6、9 不管怎么样 都有8 最后一名 都有8 但是呢 刀仲史8、6、9 SMP6、8、9 然后NASDAQ7、8、9 都是最后一名 不管你怎么排怎么翻 9都是排在最后一名 所以华尔就是非常恨这个9月的 那就希望联储局不用加息了 说不定不会这么烂 现在七、八都上来的 那9月会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个9月 我认为了9月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大跌了 那现在9月完接下来就是10月 10月开始11、12的市场在历史上就是很强的年份 所以我认为这个股市还是会继续的强下去了 除非10月有出什么大事 对 我们还要看Trump的impeachment 他的弹劾案怎么样进行 还有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 对 现在华盛顿全世界啦 都看这个其中选变成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在其中选之前呢 前后我认为一直到明年 可能市场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好的 严博士非常感谢你 好 那我们下次另辟时间来专门讲中国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谈论中国了 这个贸易战的development 还有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解套 还有习近平现在所处的尴尬的阶段啦等等 好 新北加州九家分公司 承招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650-996-1982 或电由info at gmccloan.com GooGam Max Rail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am Max Rail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便408-720-6800 408-720-6800 病情叹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die Joe 主传的手法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也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投资房地产 固然最能保值抗通胀 从实际数据认清形势 使能保证投资正确 莫妮卡扬特别请来 San Clara 县估值官Larry Stone 9月8号 为大家讲述 多年来 湾区经济不断增长下 各类房屋楼与市值变化的经过 同时从房屋估值表 数字 评估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及经济的未来发展 详情及登记 请到 www.greiclub.com 或致电408-823-9780查询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一位是创投家 他的名字叫做Peter 谢 谢中高 Peter 你好非常欢迎你 周乐你好 矽谷华人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Peter 他的经历和学历由我来起一个带头作用 然后您再 elaborate一下 认为比较跟现在的创投业比较有直接关系的经历 好吗 好啊 Peter是在1986年在台湾大学的机械系毕业 1993年获得史丹福大学的博士学位 主修的是超音波与光学 是的 那么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 博士念完就是念完了 就是告了一个段落 然后您从事了哪一些工作 那在这些工作的经验中 为什么会build up了您的想法要来做创投 OK 其实讲白了我们从小长大 只知道要好好读书 对于未来的方向并没有一个很大的认识 所以当初在要来美国读书之前呢 事实上是不知道自己想念什么的 只知道要来出国读书 那我这辈子唯一的一个大的嗜好就是音乐 刚小念到了台大的机械系 所以呢 知道音乐好像跟机械看能不能有一个关联 哦 嗯 那么在考GRE的时候 知道有一个行业叫做升学 就是在背单字的时候 知道有一个单字竟然叫升学 就去查说升学是什么 于是发现哦升学是声音的学问 所以我当时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事实上是一直很努力的希望能够找到 结合音乐跟工程有关的东西 哦这样子 哦我觉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父母亲都是说要好好念书 然后除了念书之外的事情 最多就是允许一个或者是两个体育啦 或者是音乐方面的兴趣 是 来加以培养 如果再多的话 就认为自己是玩物丧志 是 您的父亲也是这样子给您的感觉的吗 我的父亲倒没有太管我 我只记得当我在听交响乐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噪音 但是我在听国乐或京剧的时候 他认为这是很好的音乐 哦哦 他的思想还蛮进步的 但是因为是他自己的文化的关系 嗯哼 就像现在的父母对于年轻的孩子们 喜欢听的音乐也都认为是噪音 认为美感在哪里 是的 是的 这些东西都要学习的去 learn to appreciate 他 对 所以转回来呢 我到Stanford读书的时候啊 很有趣的是 当时以为Stanford有一个program 跟NASA是叫 Joint Institute of Acoustics 可是不小心呢 我们在国外的时候看不到真正的教授啊 等等等等 来了才发现那个教授已经半退休了 嗯很慌张 所以四处去找 最后呢 在第一个quarter 第一个学季的结束之前呢 很荣幸的找到 后来带我博士的指导老师 叫Pierre Courier-Yakob 他在做超音波的研究 要寻找一个research assistant 那么我就去approach他 他也很慷慨的就接纳我成为他的学生 嗯 学的就是超音波 那因为超音波跟光学 其实很多东西在物理上面都是相近的 因此 最后我跟着一个电机系的老师 就是学了超音波跟光学的东西 对 我们大家都记得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做的是比较时代超限 所以到最后我常常去反省啊 说startup 不管你的团队在好 你的技术在进步 但是假如timing不太对的话 对 对跟卖股票一样 就是过早或者是过晚都不行 所以我们在1993年做的就是叫做电江电视或者叫等一子电视 但我们发现事实上日本人啊 Panasonic他们开始卖的时候都已经到97年左右 我们找了整个市场大概四年五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到94年呢 第一个prototype做出来但是找不到funding了 这就是我从此一开始 Stanford毕业就开始做一个比较journalist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 又有跟整个硅谷的整个silicon valley的这个创业的环境息息相关的角色 然后就进了大公司去上班了 结果就必须要养活自己 所以94到97年呢 就在一家叫KLA Instrument 后来现在叫做KLA Tencore KLAC 这个股票号码 对对对对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现在KLAC的这个CEO呢 当时在我还在那儿的时候 他就只高了我一层 所以常常事后会去回想 假如我没有进到创投这个行业 我继续待在KLA 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不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一家大公司的CEO的话 和你现在的身份来讲 你觉得哪一个是你的兴趣所好 其实两个都很好玩 我这个人的听音乐现在听得非常广泛 那么我也在CEO或者是创投这个角色里头 做过数次的转换 那么做CEO的话呢 好处就是你可以想的东西立刻可以发生 但是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那家公司 做创投的好处就是 你做的时候呢 可以同时做好几家公司 可是它的大问题会是 你的想法未必能够立刻的发生 因为需要透过一个媒介 也就是公司管理阶层才能够发生 所以两个各有好坏 这也就是啊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不定 有的时候跳来做CEO 有的时候跳去做创投 不过我觉得这个人生这样蛮丰富的 哈哈哈 讲个题外话 Peter你是什么新做的呀 应该是狮子座 狮子座 嗯嗯嗯 好了解了 哈哈哈 OK那之后呢 您就毅然决然的进入在美国先做创投 是 然后又到中国各呆了十年都是做创投 是 哦 那是什么样的决定 让您在美国quit这个job 进入美国的创投业呢 我记得在1995年左右 这边有一个玉山科技协会 是的 那那个时候的玉山科技协会的理事们呢 每一个都是创业的大佬 我非常记得那个时候碰到了李广义先生 陈敬初先生 庄仁川先生 还有李学勉先生 他们的公司有的是刚卖掉或者刚上市 他们就为了照顾这边年轻的下一代 办了专业青年访华团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 后来在玉山里头 我们回来就开了一个亚美玉山协会 那么在这头比较活跃 也就去主持了玉山的年会 也藉由这个机会认识了其中的一位理事 或者是以前的主席叫台中和先生 他是宏基的共创人之一 那台先生对我印象还不错 就跟我说他要开一个 在美国有一个创投问我要不要join他 那我在94年startup失败的时候呢 事实上有一点焦虑 所以我回Stanford的那个时候叫做 Career Planning and Placement Center去读书 他告诉我们说呢 要做公司的管理阶层 要做CEO的话 可能通常是两个途径 比较容易往上走 一个叫做做走销售的途径 一个是走财务的途径 于是乎我那个时候想能够做创投走财务的这个途径 至少能够对任何的一个公司或行业有一个比较制高点的看法 于是就这么参加了 明白明白 那么之后呢您在美国也在Investar Investar Capital 这就是台先生的那个创投 这个就是台先生的创投 对 然后在H&Q Pacific也待过 是的 在992000年的时候 徐大林博士看得起我 让我带任他的这个特别助理 嗯嗯 徐大林先生也是 现在还活跃在中国人外国人的community的event里面 是的是的 他都积极参与 是 然后呢您就到北京去做创投了 这个中间的转换有什么动机 哦 在这中间事实上 我还有去一家创投公司叫做Harbinger Venture 嗯 Harbinger Venture是这个MyTech Group 就是神通集团 是的 他们在里头占了大概快有50%的股份 嗯 其他50%的基金是从外头来融过来的 我在Harbinger里头做的也蛮开心的 重点我为什么会搬到北京 嗯 这个东西是这么因缘巧合的 在2004年谷歌要上市了 嗯 咱们这世界日报那个时候的一位记者叫做李乔鞠女士 欸 Maggie Lee 大家都很熟 是 她在上市我印象里头前一天打了个电话给我 哇 她跟我说Peter Google明天要上市了 你对这个上市有什么看法 觉得Google这家公司的前景如何 嗯 那我的回答呢 让我其实深深的后悔 那也让人应该是在人生中 常常会发现欸 雪然后知不足 嗯 我跟Maggie怎么说 我说呢 当Microsoft把Internet Explorer放到了Windows里头之后 Netscape就不那么伟大 嗯 同样的道理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Windows已经开始有search的function 那Google只是做search 当然当Microsoft的这个search更proliferate的时候呢 Google的这个search的功能就不会那么的伟大了 啊 哈哈 那我们很快的从04年跳到今天2017年就可以发现我犯了多大的错误 嗯 所以同样的道理在那个时候 后来发现欸 谷歌上市有很多public information 嗯 那么我们可以越来越了解这家公司就发现像我这样一个学硬件 学物理这个背景的人呢 不去upgrade自己的话 就要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环境 我说的upgrade是从硬件要更 migrate出去要看到更多软件还有business model 明白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在想 中国号称是世界的工厂 嗯 那应该有很多制造也就是跟硬件跟物理有关的东西 嗯哼 我觉得中国应该会是一个我这个背景的人值得开发的一个战场 嗯 于是有一个机会我就到北京去了 真的就毅然决然 是的 嗯 那个时候已经成家了 那个我也很谢谢我的太太一直都很支持我 对 那个时候搬到北京的时候呢 我们先请我的岳母来帮我们看了一个礼拜的小孩 我跟我太太到北京去找房子 在04年的时候呢就带着我的小孩一块搬到还有太太一块搬到北京 那个时候我女儿才一岁半 嗯 儿子才三岁半 嗯 所以他们可以说他们就是在北京长大在那生活了九年十年 然后对九十年这中间您在北京又做了哪一些跟创投有关的事情 呃在这十年当中 那他 这样子的公司 比较他们跟老美还有欧洲人的薪水的差别 那中国人或者是印度人的数学能力这么的强 所以说投了一个这个公司 但是我觉得哈这个也是后来慢慢学到的就是 投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市场是一定要大 嗯 但是市场会变 可是管理层的能力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啊哈 所以当市场有一些变化的时候管理层假如没有醒过来 一层不变 就叫做执迷不悟 嗯 但是管理层假如顺着原来的强处但是跟着市场转化 就是跟着市场走的潮流走 那这样的话公司反而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刚开始走的是cost arbitrage 但是后来反而升级自己成为做很多的consulting的services 嗯 所以每一步啊做的时候都在不断的学习 真的 尤其是在这个technology的前景等等 其实说到金融也是一样的事情 只是内容不同 但是都是要看现在和未来 甚至看到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一个趋势 好我们现在时间问题先做中场休息 回来继续看看在北京 在中国还做了哪一些投资 然后这个跟acorn pacific venture的general partner 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缘巧合才变成今天的您 好的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尽心尽力的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四零八七二零六八零零 王荣梅 9981688 王荣梅 Rosemary王 狗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X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八块八毛八比特币 微信加入warrenwain2018 warrenwand2018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食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621-9920 或上网www.google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短售屋法拍屋讲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访问的谢忠高 Peter 谢博士 他是在矽谷湾区的 Acorn Pacific Venture的 General Partner 那这个不是一般的partner General Partner是自己要involve很深 关于金钱方面啦 那关于时间方面 关于vision方面 都要亲力亲为的一个 还蛮沉重 但是对于喜欢又挑战性的人 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好的Peter 那么在中国 投资了一个软件外包的公司之后 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个是在北京的公司 在北京 之后又投了一个LED的晶片的专利的 江西晶能光电 是晶能光电呢 是我投资的几个案例 里头一个比较突出的 不一样的案例 为什么 因为传统上我们到目前 即使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要说 中国的创投行业里头 新创公司大部分的创新 主要是在商业模式 比方说腾讯 比方说阿里巴巴 大家一去想 就可以想到 他们里头有很多商业模式的创新 但是在硬科技 硬技术上面的创新 事实上是比较少的 那么我们放眼看去 当年在投资晶能光电的时候 都知道LED这个行业 一定是新起的 比方说台湾那个时候 就有这个晶电 后来当然现在这个厦门 也有三安这样的大公司 那么LED这个行业呢 传统上都是用蓝宝石做秤底 秤底的英文叫做substrate 但是呢 晶能光电是世界上有很多人想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直做不出来 就是要用silicon来做秤底 嗯 那么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想象力往远拉一点点的话 假如silicon能够来做substrate来长出LED的话 嗯 那么将来跟一般比较主流的半导体的结合就更容易了 OK 这个想法跟我在1999年投资 那时候我们是seriesb leading investor into omnivision 是一样的想法 哦 那个时候的想法很简单 sony做很多的ccd的摄像的芯片 但是呢 那时候开始感觉得到cmoss可以取代ccd 嗯 所以我们看了十几家公司 最后选择去做omnivision 这个主流的科技的趋势应该是发生的 嗯 所以 那个时候呢 江西南昌大学的一位江峰毅教授 他竟然 我们也不管他是龟矢神才还是很厉害 嗯 竟然发现了一个方法能够在silicon上面掌LED 哇 所以我们后来就跟金沙江创投一块做了这个项目 嗯 那接着呢 又有一个育婴同用品零售的连锁 嗯 商乐友 这个好像跟科技毫无关联嘛 哦 运鹰铜的运营商叫做乐友 啊 这个跟你的高科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 乐友这个公司做的是零售 嗯 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在中国的民生的需求很大 民生的需求 consumer consumer 嗯 那么可以看到蛮多e-commerce或零售的项目 嗯 尤其不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08年奥运的时候 李宁飞檐走壁在奥运的表演 是 那就是李宁一个运动员开了一个很大型的零售的企业 可以来考虑在公司里头做一个扮演帮忙的角色呢 很容易 就是因为零售这个企业啊 它是一个蜘蛛比较的企业 嗯 也就是说在产品的多样化 在它的毛利率的整个组合 在整个operation的management上面 operating的expense上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就觉得只要我们能够用大数据 那个时候还没有大数据这个名词 嗯 很仔细的去分析各个商品各个门店各个店租 各个员工的薪水等等等等 我们只要算的比人家精 比人家准 对 我们就容易比人家长得快 或者是我们容易比人家 成本稍微低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么利润就从此而来了 是的是的 okok 那个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个案子我要记得很清楚 我们投资的时候在北京只有六家门店 啊 等到我离开永威的时候 好离开中国的时候 他大概有快四百多家门店了 啊 所以成长是非常非常快的 是的 虽然您身在中国 但是我觉得您一定没有跟矽谷弯曲断了联络 一定也是两边跑 是 那为什么在那个juncture 就让您下了决心又回到美国来 并且又进入了现在的科技的创投的行业呢 这个是比较跟个人有关的了 啊 2015年的时候呢 那一年呢 我的女儿要进初中 嗯 我的儿子要进高中 哦 那么我那个时候就在思考 根据我自己还我朋友的成长的背景 我觉得在中学时候结交的朋友 常常会是跟一辈子比较息息相关的朋友 嗯 当然大学也很有关系 但是大学大家都比较会进入一个major 所以朋友的diversity会比较窄一点点 嗯 所以我觉得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结交跟他们一辈子更diversify一点点的朋友的背景的话 这个应该是the right time to come back to the night sick 对 所以这个就看到了你心里面为事业和家庭中间取得的平衡点 是的是的 也是负唱负随也是负唱负随 是的是的 这都是两个人的决定 对对对对 那孩子也很听话 也没有说我一定要留在中国 跟爸妈回到美国也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 是孩子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呢 说过两个话让我到现在都很记得 嗯 儿子说那我将来长大我要把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再买回来 女儿就说I don't want to leave Beijing I literally grew up here 嗯 那所以他们对北京都有很深厚的感情 嗯 他们的国语说得也很好 他们的国语卷舌应比我要好一点 哈哈哈哈 好那回到了西谷湾区男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事业 在闯高峰嘛 是 呃那现在跟自己担任了ACORN Pacific 这个funding里面的General Partner 怎么样这么快就完成了过渡时期呢 OK 这个是很有趣的 其实ACORN这个里头 原来ACORN Campus 好在97年成立的ACORN Campus里头 很多的Senior Partner呢 我其实原来大概在社交场合上都认得 都认得对 五位成功的大佬 啊 几位成功大佬 那么他们其中有几位呢 当年也有一些公司的投资在中国 嗯 那跟我在中国投资公司有一些Synergy 嗯 所以我们都谈过合作 所以也认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是是 嗯 那么我在考虑回美国的时候呢 就跟我现在的合伙人叫郑志凯先生 嗯 商量说 是不是我们考虑一起合作做一个基金出来 嗯 那郑先生刚好就跟我说 他在跟ACORN的人在谈 很难看我要不要一起来 很难看 哦 那应援忌讳 所以里头的这个senior的partner ACORN Campus的当年的partner 有一些人就很支持我们 嗯 那么CK也很慷 让我跟他一起做general partner 我们就把ACORN Pacific就这么做起来了 嗯 那对于矽谷湾区的高科技的朋友里面 对于ACORN Campus也不会陌生 那他们是成立多久 然后他们为什么又支持另外一个fund出来 那他们现在的角色又是什么 然后对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的开始了 对他们来说做这个决定也是他们好像要嫁女儿一样的这个心情 娶媳妇的这个心情 这都是一段需要时间 需要考虑各种各种的因素impact的一个思想的过程 那我相信您跟这几位大佬在谈话的过程中一定有无数次探讨的机会 我想来emphasize 这一段 嗯好 当年他们成立ACORN Campus的时候 那是算湾区应该是最早的加速系或者孵化期之一 所以当年的这些senia partner 每一个人对被投资公司的involvement都很深 但是讲白了呢做VC其实是一个得卷起袖子来干活的蓝领阶级的工作 并不是一个白领阶级关在房间里头 这个骂骂人就可以发生的事情 哇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那么所以说当他们做了一两三届的之前的基金之后呢 他们觉得辛苦活啊可能要找年纪稍微轻一点比较不懂事的人 来干活 于是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美丽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基金假如说只有一个大老板 或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大老板的话 公司或基金常常他们的心衰呢都跟一个人的这个life cycle有关系 但是咱们假如能够把它做到一个比较跟一个partnership 一个传承的概念的话 那这个基金就比较能够有一个永续经营的概念 所以我其实是非常appreciate在华人社会里头 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胸怀 能够把这个自己的legacypass on下去给更年轻的人 然后而且还协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个ACORN当年的这些senior的partner 他们不只是在高科技上面挣钱 在投资上挣钱 他们在社会企业里头也帮了非常非常多 帮华人争取或者帮亚裔族群来争取各种的福利 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 对对除了他们自己的直接的投资之外 他们关于在娱乐界餐饮界政治界也都是不遗余力 还有在开发中国的边远地区的教育的等等事业 我多么的希望在华人的社区里面有多一些像这样子的人 然后能够感动 尤其由他们成功的经验 人家对他们也非常的敬仰 然后呢 这个社会人士就可以受到感动 继续把这个好的美德发扬下去 如果以后也能够进军更多的艺术啊 或者是音乐方面呢 也是一件更美丽的事情 这就要靠你了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再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尝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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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